大家好 我是大雄 我们先来看一下6月30日俄乌战报 先来看看战场方面的消息 巴克木特方向 乌军已经打进了两个K村中 正在与不愿投降的侵略者激战 乌军很有信心 认为这两个村子拿下只是时间问题 乌军认为 一旦拿下这两个村子 并迫降村里的俄军 乌军就可以对巴克木特进行战略包围 目前乌军正在同时向巴克木特7个定居点 同时推进 侵略者正在从巴克木特北部退出来 再来看看扎波罗罗方面 西战场方面最近比较沉寂 本报猜测大概率是128旅 为了安全起见 完全排干净地雷后再发动进攻 也没有新的态势图 中部战场还在罗伯纪涅熬战 47旅军长瓦列里马库斯 前一阵子在损失报二坦克后 让大家安静的也是他 前几天他在战场上发战框 被扎如日内马上发文 你小子再不穿防弹衣就等着吃我的拳头吧 最近贼连斯基接见了他 再来看看东战场方向进展顺利 乌空军首次报告击中敌人指挥中心 以前都是地面导弹部队 导弹和炮兵部队 击中了11个敌军炮兵阵地 三个防空系统和一个敌方REB站 作为扎布罗热大战的后方之一的托克马克 昨天再次被炸 对你此刻方向 阿弗蒂夫卡击退了俄军的进攻 由于这一地区包括马林卡的乌军都用老苏式装备 似乎乌军更倾向于老兵用苏式坦克装甲车 新兵用欧美坦克装甲车 因此山王角47旅等新部队高得很多 东西侧方向乌军用波音炸弹轰炸侵略者 赫尔松方向乌军已经修复了尼古拉耶夫 到赫尔松的所有公路 这就保证了前线的运力 渡河点还在激战 不过与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乌军在推进 但愿这次乌军渡河兵力充足 持续进攻不要停下 俄军风暴已过队 滑遍拒绝上前线 他们连队150人死剩16-17个人 没有弹药、食物和水 他们拒绝听从返回前线的命令 国防部副部长汉纳·玛利尔介绍了 几个方向进展的最新情况 别尔·江斯克我们前进了1.3公里 克里·西夫卡我们前进了1.2公里 库尔米九、米夫卡我们前进了1.5公里 巴格普特方向再次变热 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 核电站方向一防万一 乌克兰当局开始训练 为俄罗斯可能袭击扎波罗尔核电站 做好了准备 赫尔松、尼古拉耶夫、利涅、博罗、 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尔州的能源工人 医务人员、救援人员、警察和其他部门都参与了演习 此前 乌克兰监察员表示 为于扎波罗尔州 埃内护达尔的核电站周围各州 已设立了疏散指挥部 如果发生放射性射箭 乌克兰计划 疏散居住在半径30至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 昨日战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击落战斗机一架 可能是苏35 在布良斯克 如果是苏35那就是爱国者干的 如果是苏34 那就有可能是便携式导弹干的 大雄希望是苏35 再来看看战场以外的消息 俄罗斯方面 普里格金拒绝与国防部签合同 昨天俄罗斯杜马宣布 瓦格纳不会参与乌克兰的作战 乌克兰情报系统也证实这一消息 并说未来俄罗斯没有瓦格纳 白俄罗斯方面否认了已经收编瓦格纳 但卫星图显示 他们正在给瓦格纳盖营房 然后昨天这老哥苏洛维金传来消息 说被抓了 他女儿否认 还有消息 他的副手出车祸了 大雄始终认为 苏洛维金是普大帝的人 现在普大帝想保他 反普的人才要弄他下去 他跟普里格金私交是好 但别忘了他俩都是心腹 一旦他真的被捕了 大帝也就失去了对空天军的控制 现在俄军控制军队的高层 人心惶惶都求自保 许多高层军官被调换了岗位 弄得人心背离 前线部队也十分艰难 应付乌军的反攻 更何况 现在还是餐前的开胃菜 北约除了海马斯 真正的杀手锦F16 M1还没出现 后期出现这两大杀戏 俄军如何应付 从俄军一小时22分钟 突袭基辅到现在 退守地内薄荷附近 这可是差不多 退了差不多1000多公里 俄罗斯犹如产妇一样血崩 需要一场真正的大手术 来止住这个病灶 病灶一修复 俄罗斯还是会回复正常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 乌军反攻高潮还没到 然后是重磅消息 昨天在美国 对象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支持率 急剧增加 据路透社报道 81%的民主党人 56%的共和党人 和57%的独立人士 支持武器转让 瓦那叛变失败后 支持率急剧的上升 然后金晨华尔街日报消息 美国即将解锁远程地对地导弹 美国国防部助理副部长 几天前披露 美国军方评估认为 急速弹药确实有助于乌克兰 击退俄罗斯军队 但他也强调 因为法律限制 美国不可能向乌克兰提供这种弹药 由于美国急速弹药技术研发比较早 所以相对粗糙 无法避免残余未爆弹 可能会对战后平民构成威胁 因此美国法律禁止生产和出口 此类弹药 在乌克兰方面认为 平民和军人正在死去 两害相权 愿意承担日后清理战场的代价 因此一直在希望 包括美国在任的盟国 援助这种弹药 军事战术实践表明 急速弹药确实对于 面杀伤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乌克兰战场上存在一个类似的例子 乌克兰军队拥有使用钢珠弹药的经验 一颗办公中爆炸的钢珠弹 可以杀伤下方许多清醒的步兵 如果是急速弹药 无以杀伤力还要更强大一些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说这样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准备采取其他的方式 援助乌克兰急速炸弹的意思 大雄希望能加快战斗机的援助 还有M1坦克 真相得不到传播 谬误自然就会泛滥 许多年后 假如有人问我们 当年你们对人类正义做出过贡献吗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转发传播了很多 充满人性 良知和散发着正义光芒的信息 我们拒绝了与邪恶同流合污 当侵略即将迎来失败 这样残酷的事实 摆在一些靠吹捧侵略者的人面前 他们想到的不是自省 不是遮住自己丑恶的嘴脸 而是尽一切的可能 打击宣扬真理的渠道 我们不能倒下 也不会倒下 因为即使是其他人都倒向黑暗 也得有人手持火炬 点亮人性最后一点光明 我长这么大 接受的教育无一例外 是仇视邪恶 反抗侵略者 如果我在这里妥协 其实不意味着 我这么多年白活了 活错了 即使是为了捍卫我的三观 为了避免我自己因此精神分裂 我都必须将真相 将实话说到底 这也是一场战争 它对我的意义 不亚于千里之外 进行的那场真实的战争 我写下这些 不仅仅是为了正义 不仅仅是为了你们 更是为了我自己 我虽然是个随机来到世界上的人 虽然我的存在轻如鸿毛 但我所坚持的东西并不渺小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